刚刚发布的HONOR MAGIC 5系列 已经在我手上了 我们拿到了两台 一个就是HONOR MAGIC 5 另外一个就是HONOR MAGIC 5 PRO 听说这次HONOR MAGIC 5 PRO 他拿到了一个 不是 他拿到了三个 DXO Mark 第一名的功能 就是包括它的屏幕 它的电池 还有它的拍摄能力 响 哇这个蓝真的是 有点浮夸啊 这个他们叫做 Glacier Blue 比湖水还要再深一点的蓝 你是外国的 HONOR MAGIC 5 PRO 这个重点啊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好高级啊 他们叫做这个 MEDDLE GREEN 你看啊 我把两台放在一起 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青色好看很多 我觉得这次外形 最大的改变 就是它的镜头的这个位置 它这个一点 弧度的镜头模组造型 是蛮特别 也比较少见的 跟阿Kent讲的 有点像火山丘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feel 但是我觉得是蛮特别 而且这个的好处就是 辨识度很高 你走在街上哦 我只要看到你有这个山球 我就知道 你是拿HONOR MAGIC 5 现在是青色 但是哦 刚我们拿过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变灰色啊 灰灰的 这个就是东义的美学 OK 因为有两台机嘛 但是我们今天把重点 放在MAGIC 5 PRO上面 就是拿到这个 三个DXO的东西 后面我们再小解释给你们 我们现在先看这一台 其实我拿上手 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 它的四驱面屏 让它整个非常圆润 完全不割手 然后因为它这个镜头模组 里面有一个重点的长焦镜头 所以它这边没有办法包了 它只可以做到这么厚 所以拿在手上 有稍微的那么一点点 头重深情的感觉 是真的有 背盖材质是磨砂 滑手不沾指纹 屏幕方面呢 这是重点就是讲 它的这个护眼屏 它里面这是新增了一个功能哦 在Display & Brightness这边 Eye Comfort & Sleep 就是这个Night Display 它这个功能呢 它不像我们平时 护眼模式这样子 就是我们要用的时候 我们一开 它直接就会变暗变黄 所以当你开了之后 它会从傍晚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暗 就是很顺其自然 整个过程是非常自然的 让你感受到那个 这个东西呢 其实跟褪黑素有关 人体里面的褪黑素 达到一定的量 人就会碍碎 但是手机的蓝光 是会减少褪黑激素的分泌 如果不够褪黑激素 我们就会失眠了 而这个Sircadian Night Mode的作用就是 让你眼睛逐渐去适应这个黑暗 慢慢培养睡衣 那这块屏幕呢 6.8寸2K OLED屏 120Hz刷新率 支持目前手机最高的 2160Hz PWM超高频调光 数目越高 Flicker就越少啦 就是这个screen呢 无论在什么亮度 什么角度 连算二三个小时 小红书也好 都很难会因为屏幕Flicker 而觉得眼前累了啦 屏幕亮度支持1800N 也是目前手机屏幕里面最高的啦 来因地 蓝光认证 当然也有啦 所以从屏幕来看 难怪是可以拿DXO第一啦 因为HONOR真的是有在忽远这一块 下了很多功夫 接下来到重点就是相机 你看它的相机模组这么大块 就知道它把全部精力 都丢完在这边 这三个镜头呢 分别就是50MP的主色 50MP的广角 还有一个50MP的变焦 刚才阿Key一直讲这个镜头模组很可爱 就是我们把这个遮起来 两个眼睛咯 一个嘴巴很Cute嘛 我们暂时称它为恶狼神 然后接下来恶狼神的第三个眼睛要出来了 ZOOM JOOM 100倍 天然痛 你看这次camera这边旁边有多了一个 他们称这个功能叫做 动态补抓只要开了这个之后呢 无论你的动作有多快 它都可以补抓到 然后它会自动帮你拍下来 我想要帅一点的 我看下我看下 喂喂喂 就是动作比较快的时候 你用这个很好用 而且除了动作之外 它可以背索你的笑 帮你拍 有没有没有 你头可以再前一点吗 你 有啊有啊 很轻一下 就是在阿Key有在移动的情况下面 它都可以抓到你看那的法师 哇 全部很清晰的 你是要容易留二维 它这个功能主打就是快稳清 真的做到了 刚才我们讲到快稳清这个东西 其实还有两个功能 是讲快这件事情 其实有一个就叫做闪述抓拍 就是当你在拍任何场景的时候 你拍 它会很快很快就可以capture到了 快吧快吧快吧 它基本上是没有那个loading的那个东西 有时候我们用手机你拍 连续拍 它是会转 然后你按不到对不对 它真的是 就是可以快速去抓拍一些各种不同的动作啊 笑容表情都好 这个蛮实用的真的 拿来抓拍小朋友的那些 好用 另外一个呢就叫做秒拍夜景 就是平时我们开啊 night mode拍照的时候 它都是要等可能三四五秒对不对 它这个night mode只要两秒就好了 多少秒 两秒大概 两秒 真的是两秒 看我在这样按的大碗上 连续按拍照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秒一张 一秒一张 完全不用打load 或者是hold着等几秒 一按记牌就是这样快啦 自己变焦叻 来吧 终于看 教油站 一倍 五倍 十倍 一百倍 嘿我只知道你们想讲什么啦 平时哪里会做到一百倍啦 对是很少 但是有时候抬头摆下月亮也可以啊 有多好过没有嘛 不然其实哦 十倍光学变焦就已经很够用了啦 最后一个 DXOMATI 电池 HONOR MAGIFY PRO搭载的是目前最高的电池容量了 五千一百毫安 很厉害 但是哦 快充竟然只有66W 老实讲啦 66W对一个旗舰机来讲是真的有点慢了 现在旗舰机少少都有百多两百 哎 杀杨了咯 但是 官方是很有信誉讲 他们的大电池 配上系统油画 加上屏幕油画的很好 所以续航完全不用担心 大概就是 啊充电快不快不重要 最重要不用一直充电的嘛 这个概念啦 OK的我掰 那其实配置呢 处理器Snapdragon 8 Gen 2芯片 LPDDR5 内存加UFX 4.0存储 IP68防水防身等等 好啦 MAGIFY PRO的快速上手就到这边啦 下次我们再做一个更深入的测评 请留守我下一支影片 但是在结束之前 给大家看一看 这次跟MAGIFY PRO一起发布的 MAGIFY VX蛇叠机 这个其实我之前就已经拍过了啦 但是这次第一次在Global上面一起发布的 诶 这个是我上次拍过的 你们去看我的开箱 这个是我拍的 Lottie Gap OK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先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好